科学推动人类文明 促进社会发展 相信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个说法 但是在去多人的眼中 这些硬帮帮的科学原理 怎样既能影响人类的文明 又改善我们日常的生活 仍然存有不少的疑问 今集节目以科学与你为主题 邀请了两位学者 分别以化学和材料科学的角度 带领我们探究科学和我们的关系 首先香港科技大学 化学系客座副教授陈浩怀教授 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出发 以食物、医药、建筑等的例子 展述化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形容 很多同学不断是中学的或者小学的同学 都有机会问一个问题 其实化学是什么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 或者简单来说 其实化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地方 其实都会找到的 譬如我在尖沙咀海旁 逛街 我可能会见到李小龙的雕像 可能会见到墨兜的雕像 这些都是文化特色的东西 但我走过的时候 可能会想 李小龙的雕像一身古铜式 为什么可以有古铜式这么好的呢 是不是每天晒太阳就可以的呢 我去每天晒太阳 是不是就会有古铜式的呢 当然古铜式这个字眼 其实已经告诉大家这个颜色本身就和金属铜有关系的 在生活上 你看到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这个通常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老师大家一个人会说的东西 哇原子是什么来的 很抽象 我又见不到 你说是一粒粒而已 就是我以前做中学生的时候 我都会这么想 一粒粒原子我见不到 是不是真的呢 还是你骗我 说大话 哄一下我先 可以其实这么说 一杯水 你喝水的时候 用一个化学家的角度想就会 咦 水里面其实有很多一粒粒的东西 我只是喝在肚里面而已 那其实是怎么样的 有些叫做 X2O的分子 哇 老师你是不是有骗我 是不是真的有的 我看不到 那当然啦 我们其实化学这些东西 我们要研究的东西 就是比较抽象一点点 不是抽象的 其实是很实在 不过那些东西太小了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那唯有要靠多一些幻想力 小朋友或者中学生 其实幻想力很好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问题 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或者小学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疑问 其实我们称呼这些疑问叫什么呢 就是叫做curiosity 就是好奇心 其实有好奇心很重要 就是我走过尖沙咀 可能我太太跟我走过的时候 就会说 李小龙之前有什么电影拍过呢 麦兜最近有什么新的卡通片出呢 但是我走过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 麦兜为什么的颜色这么漂亮的呢 为什么跟李小龙都是古铜色的呢 最近又变成金色的 其实有些方法 又可以令到它美白了 变成金色 好了 水里面其实有原子 有不同的原子组成 每一样的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 我们怎么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原子价 其实这些挺闷的 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 我一听到原子 原子又一粒加一粒 变名又两粒 每一粒又三粒又一粒 我上课的时候就觉得 是不是整个组成梨和 destroy 也相應是 其实现在读到 现在可能 Public 博士 我好像已经学过很多化学了 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就是组成梨和坏 梨和 texture 很好玩的,你喜欢怎样创作都可以,变成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怎样砌都可以 不过,有很大的分别,Lego你可以用手指捉住一粒粒的砌 但是,我们讲的原子,很小粒,究竟怎样可以砌呢?我是不是可以控制到它怎样砌呢? 其实,读化学,其中一方面要学的就是怎样可以控制到这粒子,怎样砌来砌去 好了,来到这里,大家开始眼睡了,很正常,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都会 究竟讲什么,讲这么久都讲原子,还要讲周期表,哇,1808个好汉都不止 其实,读化学,是不是要读熟了这个周期表就可以了呢? 我就告诉他,不是的,去到今时今日的我,读到博士了,我都记不完的,不需要的,不需要记的 其实,周期表,我们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在上面找一些资料帮忙,用下来做一些计算数 其实就不需要背了它,有同学都跟我说,以前有些中学的先生都跟我说 背了它,我就认识化学了,不是的,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你,不是的 好了,其实我真的想讲的什么呢?就是,你讲到原子,就是化学的开始 是的,会有一段时间好像很满那样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很抽象 不过呢,熬过了那小小一段的,讲原子结构啊,化学件怎样形成啊,之后呢,那就很精彩了 那又怎样精彩呢?那我可以够胆讲两样东西 是的,这后面有两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呢,不过我们先在后面,讲完才你们再在意会中 究竟这两个问题应该答yes or no 好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化学的东西的 衣着,遲些圣诞节,大家会穿得很漂亮的,其实今天大家都穿得很漂亮的 校服都很漂亮的,很多颜色的,有些校裙,校胎,有红色,啡色,蓝色,很多种颜色的 那其实我们的颜色是怎样来的呢?是否那些布生出来就会有颜色的? 我们的纤维其实没有颜色的,那除此之外,还有现在很多质料呢,很容易就可以洗得干净的,很方便,可以有合成的材料 甚至乎呢,有些衣服呢,可以再,有些时装呢,它又在标榜可以再做 有件衣服呢,可以融了去之后呢,可以重新拉那些丝,变回纤维,再重新做那件衣服 都可以的哦,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咦,原来我们的材料,制造这些衣服的纤维材料 原来都是和化学组成的,都有些分子结构,不过当然我今天就不是教大家怎样砌这些分子结构啦 上面一个转转下的又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些颜料的结构来的,颜料结构又有很不同的一种特色 它会有个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分子结构,那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颜色 最新的医料里面呢,还有一些可以防水的,不用洗的,只是用清水冲一冲就洗干净了,防油的,有些生用品 一些医物可以做到,就是防水,防油,登一登就干净了,很厉害的,怎样做得到的呢? 那这些其实,当然跟材料化学有关,其实材料最原始要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化学成分 怎样将这些分子一块块砌成一些有用的分子,变在医料上面,令到可以有些特殊的性质的呢? 可能你会想,不是天然的材料,我不喜欢穿的,我喜欢穿棉质的 对了,其实就是将棉纤维上面表面,加上一些特殊的材料,就可以令到它有防油防水的功效 我们平时吃东西呢?都有关系的,吃东西是怎样吃的? 我当然会选一些香,甜,很好吃的东西来吃的,半人都是这样想的 有没有想过,吃东西之前,那块鱼很漂亮的材料,有没有污染了呢? 会不会有些重金属在里面的呢? 你吃的时候很开心,很好吃,哇,很大块鱼肉,很新鲜 开关了,可以去日本吃材料了 但是吃之前,你想一下,会不会那些鱼里面有些重金属在里面,吃完之后,手没长呢? 这个要想清楚,但其实我们化学呢,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检测到,吃之前,给大家一个认证 大家知道,原来那些鱼呢,重金属很低的,安全的 又或者那些铁板烧,或者铁板餐,很香,很好吃的 会不会有些致癌物在里面呢? 烧得太焦,原来又会有些致癌物里面的呢? 这些也都关乎一些化学检测的问题,我们都和化学息息相关 还有,中间有个汤很好喝的,在罗宋汤里面有番茄,辣椒,有些杂菜 里面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可以有抗氧化的功效的 我一听到抗氧化,咦?有听过的 这些其实是化学字眼来的 大家日常生活,每日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里面 都需要吸收很多抗氧化物,才可以维持健康的 甚至乎,女士用的里面的化妆品,美容品里面 都听过有一些叫抗氧化物,什么来的呢? 怎样可以令抗氧化物在你的化妆品里面 打开盖之后,不会被氧气氧化了呢? 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就算保养你的 即是你的保养品,类似的保养品 怎样保存保养品呢? 其实也有些化学知识在里面 甚至乎,去到医药方面,都和化学很有关系 拿过最新的一些资讯 几年前,我们突然间有个新型的肺炎,叫做COVID-19 接着又开始有疫苗,慢慢发展到 最近,刚刚我们也有一些叫特效药出现了 特效药,是怎样来的呢? 是否在地口挖出来的呢? 好像石油那样?不是 在哪里做出来的呢? 其实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研发出来的 我们在很多化学实验室里面 就是在研究不同的分子 怎样可以影响到一些细菌 或者病毒的生长 那我们就可以抑制它们的生长 我们就可以治好我们的病 在章节上,有两个化学结构 其实都是一些最新出的特效药 比如左边那个,我们叫做阿兹夫定 就是我们在内地,中国里面 批准了的新的COVID-19特效药来的 又或者右边的是美国另一家药厂叫做Merk 它亦生产了一种叫做Monopilleri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抑制病毒生长 对于COVID-19有特殊的效用 通常我也听过有些同学仔 来某些同学仔都会,哎呀,病了 可能他是重症的话 他去到医院,他会派到达校药给他吃 吃了之后,第二天就会好 那就是这些药医院 怎样做出来的? 由化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研发出来的 住屋方面都有很多材料上的需要 譬如,怎样可以令到节能一点 譬如我们开冷气,但夏天的时候太阳很晒 怎样可以防止太阳,把冷气趕走了 可不可以凉爽一点? 又或者冬天的时候可不可以暖一点? 原来有些特殊的玻璃可以做到这种效果 就是说冬天会暖,夏天又会凉 可以把外面的热力隔开了 又或者冬天的时候可以把热力保存在室内 可以做到省电的效果 不需要开这么多冷气 右边有一条影片 这条影片很有趣 它也有一个玻璃的墙 里面有一个浴缸 大家就会想 为什么浴缸那间应该是厕所浴室 为什么会有一块玻璃在这里呢? 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材料 现在透明的玻璃 按键就可以变成不透明了 看看这条影片很短 有个遥控一按,用手机APP按一按 它又可以变成磨砂,看不到里面的 人走进去,又用手机按一按 浴缸原本看到了 按一按就看不到 那这些玻璃是什么玻璃? 一般玻璃你按它会怎么样? 除了有手指毛之后 你不会发现它会变成磨砂 其实它是倒了一层膜在上面 这层膜可以通电的 有电的时候它就会有颜色遮住了 没有电的时候就没有颜色 那就可以做到那个私隱效果 那平时的时间也可以做到采光 可以省下很多能源 那说到能源,能源当然有很多东西 大家现在有很多手机 手提电脑 甚至乎各样的手提设备 都要用到电的 原来电其实都是化学研究 很有关系的 当然我现在在slide上面 就是最简单的 电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有很多不同的物质的混合 混合完成就可以形成一个电池 最近也有一些叫太阳能电池 其实都是要用一些化学的方法 一层一层铺到一些特别的设计 比如右上角那个 我们将一些不同类型的半导体 有一个特殊的排列之后 我们可以产生到光电效应 可以产生到一些电能出来 空气方面 当然我们每天都要休息 每天都要休息 每天都不用休息 就算你上到火星都要休息 那我们怎样可以让我们休息 休息的时候 觉得安心一些呢? 之前大家可能会戴着口罩 口罩很安心 大家现在戴着口罩 可以防病毒 防飞没 但防不了毒气 毒气一定会吸过 那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将空气在里面的毒素 慢慢一层一层一层隔走了 那会设计一些很复杂的 你会看到 譬如最近这几年的新的设计 就会有很多层 第一层隔了一些粗粒的微粒的尘埃 接着有一个叫高效的滤网 HIPAA的filter 接着有活性碳网 就是要吸收一些微粒的分子 肉眼看不到那些分子 就要用活性碳的吸收 原理就跟冰箱里面的吸微粒差不多 接着就会加上有些二氧化泰类网 又做什么的呢 是除臭的 除臭的 有时候吸不完 吸不完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之前那层的碳网吸不完 我们要用一些氧化的方法 二氧化泰有一个氧化的功能 将一些臭味的分子氧化了 变成一些无味的分子 于是还有副杀菌 UV就有副杀菌 甚至有副利子的发生气 就是要将一些陈埃再沉淀一下 完全没有了陈埃 没有了微粒 我们休息的时候就很舒畅了 这些就是空气化学有什么关系呢 土壤呢 土壤也很有关系的 泥土对于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吃东西 我们很多农作物都要在土地里种出来 但是是否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种东西 有些泥土其实不太适合种东西 可能它酸性或者碱性方面太高 都不行 我们有些叫中和制 要中和一些泥土的酸碱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大大的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肥料呢 很多年前 有一个新的化学方法 就是制造氨的 制造氨 就是我们叫阿蒙尼亚 制造了阿蒙尼亚之后 可以融在水 融在水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肥料的成分 会令到植物生长得更加好 更加肥美 更加冲壮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以往没有这些蝦泊法的时候 没有这个蝦泊法 没有这个蝦泊法 没有发明的时候 以前种东西很多时候都失收 全球有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 来饥饿 自从有了蝦泊法之后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种东西都会丰收 种得多些 全世界的人都有东西吃 最多都是昏运的 如果计算人均 每人都会有东西吃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和化学很有关系 例如你喝水 你喝水之前 你家里可能也有个泥水器 隔一隔些水 你会隔过 将里面的污脏东西隔了 好像雷空气一样 过滤完你才能喝 很多很多的新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海水化碳上面 我们需要一些叫逆渗透的方法 那你可能说是什么 逆渗透又和化学有关系吗 那我们要有一个半透膜 才可以去到逆渗透 半透膜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也是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 或者说说说说 什么都跟化学有关的 那我们认识化学 就好像知道全世界 如何运作一样 真的很夸张 所以化学其实是关于什么 很多很多东西都关事 化学一般入到大学 我会告诉你 我们教你四种东西 教四样东西 很简单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 教完 那就大学毕业了 最简单的说法 当然 每一个字眼 都包含很多知识 但是说就很简单 四样东西 但是这四样东西 会显示更加多的东西 你可以将这四样东西 慢慢去混合它 应用在不同的方面 我会出了右手边那些黑色的字 就是了 生物分子学 药物化学 比如中草药的研究 都关事 植物化学 食物 材料 光化学 电化学 什么都是化学 听完之后 有什么那么多东西 是的 关掉那四样东西之后 右手边黑色的题目 你全部都可以再进一步研究 去应用 我们做一些应用 那我们就会了解全世界 这个和化学有关的东西 都会了解 但是当然了 有很多实务的事情要做 你了解了这个世界 如何运作 如何应用在每一个场景 那我们需要很多经验 慢慢慢慢去进行实践 好了 那说多一点 那刚才就是说 哇 什么叫化学 我说了很久 大概有个很简单的 summary 因为中学生 一般来说 听听都会闷 说了这么久 说了什么 第一 化学一开始 是有些闷 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原子结构 说电子 我全部都听不到 不知道在说什么 是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你会很烦恼 究竟化学学什么 我女儿去读化学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她都说 爸爸 你读些东西这么奇怪 为什么你又会有兴趣的呢 我说你都问得挺好 那我告诉她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但是你过了这个 特别的过程 一个很短的过程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 太开眼界的东西出现 然后你就会去到 那些有机化学 没有机化学 那你会知道 有很多形容 跟化学都可以有关系的 接着 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化学 其实我们生活上面 每件事都息息相关 那如果我们要继续研究下去 或者科技上面 要有些进步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跟化学 要一起去研究 进展 才会有些新的产品出现 例如空气清新机 那不是只有我们化学家做的 那也有些电机工程 有些工程的人员 才可以做得到 好了 又说回近期 比如我们科大化学系里面 有些新的研究结果 比如空气污染 为什么会跟空气污染 其实可能大家都听到很多 通识科 通识科都可能会有说 去拜神 会看到很多烟 烟笨笨 那烟笨笨 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大家代表很有誠心 想有人保佑 或者有一些新的愿望 想实现 好了 但是这些过程 我们空气污染的时候 通常会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休息 我们不能停 有没有办法可以 挡一挡 刚才不是有空气清新机 空气清新机 本身就是 一个这样的产品 就是帮助我们 减少空气污染 但是如果你在 一个黄大仙庙 走过 那怎么办呢 你已经吸收到肺 原来我们在汽车引擎 或者在香烟烧 甚至乎吃烟 都会有些 痣癌物 叫做PAH 会产生 那原来 我们再研究 痣癌物 这些PAH 痣癌物里面 有些什么类型 那我们会研究一下 有些什么类型 哪些类型 特别毒一些 我们怎么可以减少它们 那我们用回 最近的结果 就是用回 一个COVID-19的病毒 尺寸的比较 COVID-19的尺寸 其实很大 但是我们要研究 口罩的分子的尺寸 就很小 有什么办法可以隔到它呢 我们戴口罩 可不可以隔到它呢 结果告诉我 是可以的 原来我们的口罩 是可以隔走了 一些痣癌物 这个是最近发现的 但是它的隔的原理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通常 就像个网 那样 就隔走了病毒的微粒 或者病毒的飞没 隔走了 但是这些这么小的分子 我们不可以用一个西的形式 去隔走它 那我们就在研究究竟 现在我们坊间的口罩 究竟用什么原理 去令到我们可以隔走 这些这样的痣癌物呢 那之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设计一些新类型的物料 製造的口罩 我们就可以隔走这些这样的痣癌物 那我们就可以为大家的健康 进一步可以改善 那我们现在戴普通的口罩 原来都可以隔到七成那么多 那隔到七成的话 那我们已经大部分的痣癌物 已经没有了 但是还有一些 所以应该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好了 另外我讲一些有机化学的课题 我讲一些叫做化学合成 化学合成就是 将一些玩Nego 那些Nego如何砌 但是当然 我们砌Nego的时候 就是用手指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砌Nego 就要靠另外一些技术 我们如何控制到一些化学件 如何断 何时会结合 那我们要举一个新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 有一些叫做不对称的合成 怎么叫不对称呢 首先我们的左手和右手 其实是不同样的 大家的左手和右手拿出来之后 你看完就说 虽然我有个戒指 当我的戒指不在这里的话 我两只手就这样看起来 好像一模一样 但是当你的手指公 都是在右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两只手是不同的 就是当你的手指公 在同一个方向 都是向右 譬如是你的右 一个手帆是手帆向着你 另一个是手背向着自己 这两只手其实是一个镜影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样的 左手永远是左手 右手永远是右手 拍一张照片 告诉你这是什么手 你马上可以说得出 原来分子都有分左手和右手 两种类型 当然的名字 可能不是这样叫 我们也叫R和S 就是左边有两个分子 其实就像镜影一样 这个镜影 我们有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 可以将它变成一些抗癌的药物 但是抗癌药物 有需要只有一种 其中一种 左手或者右手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到呢 我们其实现在最近 就发现了这种新的方法 可以控制到的 不过就要先制造一个 比较复杂的微型机器 好像一个分子制造出来的机器 一个分子机器 很小型的 看起来好像都挺复杂的 可以帮助我们 将原本是左右手一叻的分子 变成只有一边 于是我们就可以有效 制造一些 我们叫做有手性的药物的资料库 我们将不同的物质拿去森检一下 就会知道哪种可以对附癌症 细胞是最好的 又或者说药物科学法 我们在植物里面分离出来 有种叫喜树碱的物质 它是可以抗癌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不溶在水 吃了肚子都吸收不到 打入血会塞住血管 重大件事 血管都塞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有很多方法去改善 例如我们会将分子 拼在一起 我最喜欢拼在一起 现在大部分都拼在一起 不过在食物室里面做 加一条尾在左边 蓝色的 就会令到药效升高了 就是吃少一点 吃少一点 那你就不需要有这么多副作用 红色那部分 加进去令到水溶性好一点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不会有这么多副作用 吃完之后 很容易可以排出来 有时候大家看广告都说 什么 吃不了止痛药 吃完之后 可以自然排出 就是说这些问题 它是否融在水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制造 当然 很复杂的 我这里就说 做到之后 这个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抗癌药 详细的方法 我随便飞一飞 很复杂 有很多步骤 有一个箭嘴代表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代表一个实验 我们在实验室内就做 做完之后 就会出现刚才 最后我设计出来的分子 看完 很复杂 我们回来回来 我们的结果就是 我们制造到不同型的分子 这些分子可以应用在医药里面 所以说是这种新的药物 这是最近我们做到的一些结果 好了 我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讲完了 多谢大家 接下来 第二位讲者 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学院处理院长 材料科学及工程学系教授 石灿虹教授 石教授 会从石器时代出发 讲解人类如何通过 掌握不同的材料科学 去改善生活 而现代科学家 又如何透过研发暂身的材料 对地球资源的保育 作出贡献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留意 自己身边带着的东西 可能大家都难捨难尼的手机 你可以想一想 你身上现在带着的各样物件 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 它在帮你做了什么功用呢 没有了它会怎样的呢 会不会令你的生活很艰难呢 如果你稍微用一点时间想一想 就是发觉原来各种各样的材料 其实是帮助人类改善生活 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如果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先进材料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人类的一大智慧的成果 就是我们的元素周期表 它就列出了我们这个世界上 天然的或者甚至是一些人造的 各样不同的元素 各种不同的原子 那我们的世界就是 这些这样的原子 砌了砌了就组成了 包括你和我 你坐的那张椅子 这张桌子 全部都是这些这样的原子砌了 那它就变成我们的世界 那至于它怎样做出来 或者是怎样组合呢 其实就影响到它最终的特性 它的形态 一般来说 譬如我们怎样分类材料 最简单最传统 可能就是我们有金属 有陶瓷 有塑胶 那它们就是原子之间 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那它得出来的特性 就会非常非常不同 就算那些原子之间 那个成分很类似的 如果它结合的方式不同的话 它得出来的特性 可以差很远很远的 说一些很老生常谈的故事 就是如果研究历史的人 它很多时候它会将 譬如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 怎样分断呢 其实很多时候它是用材料来分 就是说 我们可以掌握到 可以去 怎样去拿到一个材料 怎样去制造一个材料 那个牵涉到的智慧 牵涉到的技术 其实就是很清楚表达到 或者是一个指标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当时的人类文明去到什么地步 就是大家可能会很清楚知道 譬如说很久以前 可能是几十万年前 我们叫石器时代 再近一些 可能是数千年前 是青铜时代 再近一些 可能是二、三千年 是铁器时代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慢慢进展呢 这样讲一些这些历史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 现在你在一个荒山夜岭那里 正在寻找食物 你最想见到什么 你最怕见到什么 当然你最想见到 就是有些现成 可能有些生果 有些食物 有些竹条鱼 你最不想见到 当然可能有只老虎 在迫来 有只熊在迫来 那你除了要找你的食物 维生 你还要保护自己 一个原始人 他凭什么去保护自己呢 我们又没有爪 我们的牙也不够尖 但是幸好 他的脑发展得不错 他懂得 原来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会找到一些物料 可以帮到他 因为原来战胜一些 狮子老虎 和熊隐 都可以的 最简单 原来他执起一块石头 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 甚至他也懂得分 原来不是种种石头一样的 原来有些石 英文叫flint stone 或者是叫碎石 如果是中文应该 它的特色就是 如果你要把两块石 互相敲打 它可以得出一个很尖的口 有一个好像刀锋 因为原始人没有什么娱乐 可能他有很多时间 就是拿些东西来玩 试试发觉 原来可以做到一把 好像一只矛一样的工具 甚至好像一把刀 他就可以发觉 原来这些对他的生存很有影响 原来他拿着这个武器 或者工具 他可以战胜一些 比他强很多的动物 狮子老虎 熊隐 原来可以打赢他 甚至大仗可以打赢他 也有可能 比如说 种族与种族之间 可能他们会吵架 互相打仗 可能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分别 如果谁掌握到这些技术 谁掌握到这些材料 其实他已经有优势 在生存上 竞争上是有优势的 石头 我特别喜欢说这个 因为我姓石 石头的特色就是 相比来说 在自然界 它是一个很硬的材料 硬的材料 自然可以做到一个很锋利的刀锋 所以方便去做一些切割 诸如此类的动作 所以它的硬度 就直接令到以前 可能几十万年前的原始人 觉得这种材料 对他们很大的帮助 懂得运用石头 那些种族 那些原始人 可能他们慢慢慢慢 可以壮大 可以人口增加 其实到后来 慢慢慢慢 他们不用那么辛苦去打猎的时候 可能开始转为耕种 其实石头 或者由石头演化出来的材料 类似一些陶瓷材料 都可以帮助他们 因为如果你要做耕种的话 你要把泥土 反起来 去播种 去种东西 那些泥土都是很硬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可以 懂得用一些石头 去做一些工具 帮你耕种 那你的生活又会改善很多 所以想起 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 你想你的生活过得好 要缺就是掌握科技 其实 当年懂得用石头 就是高科技 说真的 你找到一些很硬 很强的材料 但当然也很容易找到 因为如果你好像鑽石 那么稀有的 你找到一粒仔 没有用的 石头的好处就是 到处都是 你很容易找得到 它是一个很硬的材料 也不算很重 石头本身不算十分重的材料 它也很耐用的 就是你拿来 不会说打两下就散了 还有你把它放在自然界 譬如说 我今天找到一块石 把它做了一把石刀 我不会说放出去露天 放两天下雨就溶了 这样 这些特性 全部都是令到当时的 所谓原始人 掌握了这个材料之后 它的生存就有优势 文明进步了之后 就去了一个叫青铜时代 青铜有多好呢 就是它相比石头 它有多好呢 譬如在中国发展的话 大概是商朝 那时候就开始有 铸造一些青铜器 如果你去那些历史博物馆 或者之类 你可能见到那些顶 青铜的顶 或者如果你在香港 譬如你去大鱼山 你会见到一个青铜大佛 那些就是青铜的材料 那青铜如果跟石头相比 它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呢 那其实 原来青铜比石头更重 石头一般的密度 是2.7 就是水的2.7倍 但是青铜是8.8倍 其实很重的 铜的东西是很重的 所以如果你用铜来做一把工具的话 其实你要练大一点 你才可以操纵得到它好的 它很重的 它很重的 而且铜的硬度也不高 刚才说过石的硬度是7 有一个叫mold scale 它是7的 但是青铜只有3至4 其实它是软过石的 那刚才我刚才说 我希望找些又强又硬又轻又容易找的材料 石头最好的是除山都可以收到 但是青铜就不是自然界有的 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那究竟青铜有什么好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青铜不像石头那样 很脆的 石头是脆的 如果你把石头打开它容易断开 但是青铜它虽然没有那么硬 但是它不是那么容易断的 所以你会发觉 你会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你在野外 在寻找食物 有一只红人扑起来 你拿着一把石的剑 一砍断了 那就没有了 故事就完了 但是如果你欠了一把青铜的剑 你可能砍了两下 它都还完完整整在这里 虽然它没有那么硬 但是它不容易断 所以你会发觉 但是当人类掌握了怎么做青铜之后 其实做的武器更漂亮了 就是那个品质上升了很多 看回一些资料 我不是读历史 所以我不太知道是否真的 所谓的月黄勾浅剑 是到现在 都还是闪闪亮的 可以没有生瘦 其实它是很耐性的 青铜是对于 比如说环境、潮湿、防生瘦 是很好的 所以相比于石来说 其实它在这方面是进步了 它也不是太难做得出来 因为在自然界 我们会找到一些天然的铜 差不多是纯铜 是找得到的 石就是天 Copper加天就是青铜 天也不难找到 而且这两种金属材料的溶点不高 只要你有适当的 用柴、木去烧一个火 你搏行它 即是给它很多氧气 去烧火 一般达到一千度以上 是不太困难的 所以你要用铜 用天的石 去造成青铜 这个材料 在当时来说 几千年前的技术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们可以做到一些 很漂亮的剑、武器 各种器具 例如饮食的餐具 也好 顶部是用来煮食的 可以做出这些器具 好了 再近期一些 去到可能二、三千年前 那些人开始发觉 有一件事更好 这件事真的很好 就是铁这件事 第一 它很容易找到 因为地球上 整个地壳 第六多元素就是铁 周围也是 但是遗憾的地方 你在天然、自然界的环境 你不会找到一块纯的铁 你找到的都是氧化铁、硫化铁、 诸如此类 你要提煉它出来 提煉它出来 才能做到你的工具也好 或者做到其他你需要用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考究 我们如何提煉出来 铁的用点是一千五百多度 刚才说铁的用点是一千度左右 达到一千度不难 达到一千五百度难很多 所以它的发展是 其实跟人类掌握用火的技术 是挂钩的 如果人类用火的技术 未达到水平 达不到一千五百度 甚至一千六百度左右 根本我们做不到铁器 你要做铁器 你要掌握另外一些技术 去做出来 中国都算早了 都算早掌握到这些技术 所以你看 虽然不要说小说 未必可信 但是 中国很多都提到 我们有什么补剑 这样 其实中国掌握做铁 甚至是钢铁的技术 是算早的 还有 可能是有少少 由印度方面 传统过来的技术 中国做的银铁 比如用武器做剑 那些 其实是比欧洲先进很多很多的 先进很多 因为 在欧洲 他们不懂做铁 他们用的剑 其实是铁剑 就是铁剑 铁剑 就是铁剑 其实铁剑 就是铁加碳 加了碳 它会硬很多 强很多 所以中国 过往 其实在这方面 是算先进的 铁剑 它的硬度 一般是七到八左右 其实和石头差不多 所以在强度方面 没有输舌了 它的重量也比铜更好 青铜是八点多 它是七点多 而且它很便宜 因为很容易找到 铁剑 是很容易找到的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 很强 很锋利的武器 用来打仗 或者不说打仗 你可以用一个很便宜 很方便的方法 去做到很多工具 譬如那些耕种工具 或者去做其他 日常用到的食用工具 或者用来切肉的刀之类 所以 为什么读历史的人 都会提出那么多材料的东西 就是说 材料的掌握 就是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几千年前 如果你懂得做那把钢的刀 你就已经是高科技的人才 因为当年最擅长就是做这些 当时的发展 其实用钢铁用得最先进 其实是地中海印度的地方 后来迟一点去到中国 其实欧洲 奇怪地在这方面 是反而落后的 在这方面 一直到今天 很快 fast forward 来到今天 大家都仍然在用很多金属 你坐椅子的椅子 就是铁 很简单 铁 为什麽呢 便宜 强度够高 很容易做得到 但是除了铁之外 当然我们经过这麽多年的发展 我们掌握到用其他更多 各种各样不同的材料 如果主要说金属方面 你发觉铝很普遍 太金属很普遍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铝和太金属 可能一百几十年前 是属于军事机密来的 当年去做铝和太金属 那些技术是政府的高度机密来的 因为为什麽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火箭 导弹之类 一些会飞 要高速飞行的东西 你一定需要那件物件很轻 轻的东西才有机会飞得快 而铝和太 就是一些相比比较轻 而强度也有足够的材料 所以以前 可能在一百几十年前 哪个地方掌握到铝和太的技术呢 可能他们在军事好 经济好方面 已经是有优势的 为什麽他们这麽难做出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界 你是很难找到 不要说很难的 基本上找不到 纯的铝 纯的态 很难是找不到的 他们一般是一些氧化物 或者更复杂的化合物的状态 以前你没有可能做到铝 你不懂得用电 你就做不到电解 所以这些不同的金属 近年我们觉得比较先进的金属 其实也是配合了不同的其他技术 才能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图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图 就是由石器时代开始 一直到近年 其实人类用各种不同的材料 那个比例大致上的变化 你会看到很久很久以前的石器时代 因为主要都是用一些所谓的Ceramics 因为石头是Ceramics 亦都会用Polymer 因为我们今天用很多塑胶 用很多Polymer 石器时代的人的Polymer 怎样来呢 它不是我们今天用的PE PP那些 Polymer其实是天然材料 植物的材料 很多都是Polymer 最合物材料 但是慢慢慢慢 随着去到大概工业革命的时候 因为工业革命 我们最多就是做什么呢? 做火车、做蒸汽机 那些全部都是钢铁的东西 所以就用了很多金属 但是慢慢到近年 那个趋势又反转了 慢慢大家又用多了很多陶瓷 塑胶 大家可能袋里面 也有一个水瓶 那个胶瓶 慢慢用多了那些材料 刚才说的 我们用的材料 很多时候都希望 先说结构材料 我们很希望那样的强度很高 很硬正 很够力的 但是也希望它很轻 那你就这样一看 这个图 直的axes是强度 打横的axes是密度 你看到很不幸地 通常强的东西是重的 金属在右上角强度很高 但是它都相比来说重的 但是陶瓷材料 它强度很高 没有金属那么重 所以有一些近年 就是比较先进的陶瓷材料 发展了之后 它们可能部分取代了金属 也不一定的 比如说 曾经有人将一些汽车引擎 用陶瓷材料去做汽车引擎 因为轻了 车便走得快 又省油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同事 城市大学的同事 做的一些比较新的金属材料 它做些什么呢 这次它不是特别做一些很强的材料 而是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它的弹性非常之好 它存了那么多能量 你放手它会给你 除以之外 它的弹性和温度没有什么改变 普遍来说 一般的材料 温度越高 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温度越来越弱 温度越来越弱 我想这个可能 大家都觉得是common sense 但是它们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合金 它不会随着温度而变弱 它的弹性仍然维持很好 有什么好处呢 做弹弓就最好了 有些情况 最简单的 日常生活 我用来做弹弓 它就可以能够能量好些 譬如在传统机械标里面有弹弓的 它就可以能够多些能量 另外如果它的特性和温度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用来做一些精准仪器 里面的一些弹弓 或者一些弹弓 就特别好 因为我们不用 因为今天只有十多度 明天三十多度 要重新调调的仪器 做一些精准仪器 如果它的特性和温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很放心 在北极也是这样用 在尺度也是这样用 所以掌握了一些特别的材料 你可能将来有些很古灵精怪新的应用 另外一般大家都觉得材料越强越好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研究 不停都会想找一些越强越好 越轻越好 大家都知道美合金是很轻的 如果大家有数码相机 你就知道 数码相机有很多比较漂亮的 数码相机的机壳是美合金 其实它也挺好的 轻和强度都不错 但我们可以同时做一些超强的美合金 重量是一样 但是它比普通美合金强三倍 即是说 如果我将来做过相机的话 第一 轻一点 你去旅行也不用什么重 当然相机这些小移科 譬如我们做一些飞机的零部件 在飞机上面 有些零件我们需要用美合金做的话 如果用这类材料 它会省了很多重量 飞机会省了一些能源 这个是有趣的 这是我自己有做research 我只是讲一点让大家知道 一般的金属 如果你想把它造成一个 这么细致的形状 要么你就做铸铸 就是你做了一个模子之后 融了一些金属 就是glassy state 或者是非晶状态 它的特性就是说 原本那些金属的融点应该去到千多度 但是它造成了这个状态之后 你只要将它交光度 可能是三四百度 就好像普通的塑胶 可以用来背 背胶 背一些形状出来 可以做到一些很细致的形状 你看到那里在讲 半个mm的齿轮 半个mm那么细 已经有那么复杂的细细在里面 而且它的强度和硬度是很高的 做了一个齿轮之后 比传统我们用钢铁做的那些齿轮 是耐用三百倍 三百倍 就是说你买一件东西 用传统的工法做 用一年 你用这个材料做 用三百年 这是一个挺厉害的发展 不过这类材料 可以说是起步阶段 你实际上这些街 不是怎么看到有东西 是用这些材料做的 那么我刚才一路讲的呢 主要就是讲结构材料 structural materials 刚才一开始我叫大家 想想自己身上带着的东西 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它帮你做些什么功用呢 最简单你的电话 里面有电池 有一个LED或者LCD的Display 有各种各样的电子线路 有IC在里面 全部都是各种不同的功能材料 它会帮你做一些很特别的功用 可能它是一个磁石 可能它是一些发光的材料 诸而撤铝 总体来说 做材料的人 常常都是想几样东西 就是更高、更强、更快 就是我们常常说 比如说强度想它更高 比如发光 希望它能发光一点 如果它是磁石 我希望它磁场强一点 比如说它是一些材料 我想它加工的话 希望它可以很容易加工 快一点加工完成 诸如此类 但是我相信做材料科学的人 还有一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做到一些东西 环保一点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 不够一个月前 在埃及有一个会议 就是联合国的一个会议 就是讲气候变化 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暖 因为整个趋势似乎都无可争拗了 就是我们的地球是越来越热 由工业革命到现在 基本上起码全球高了一度 全球高一度很厉害 就是科学家说 如果全球高超过两度 不能回头了 就是随时是人类灭亡 所以我们做的材料 希望就是一个 盡量的环保方法去做 很有趣的 因为在全世界我们用的材料之中 用得最多的是混凝土 第二多是钢铁 而钢铁很不幸地需要多少能源去做出来 由采矿提煉 需要很多能源做出来 还有它的提煉过程里面 是直接排放很多二氧化碳的 这个图 打横那条线 是我做它出来的时候需要用多少能源 打直那条线是一些机械性能 你发觉金属是太量用的 但是没办法 我们是用很多金属的 而平时我们看到的钢铁 铝 瓷雄交变魂 他们是用很多能源提煉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地香港政府都很鼓励大家寻挥 能再用recycle的材料 尽量用少一些 大家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 就会用很多方法 其一 用少一些 好像我刚才说的 譬如我们做车 用少一些材料 大家如果要买车 不要开这么大的车 或者买一些 他们答应了 我们用多一些比较环保的材料 recycle的材料 因为如果车轻一点 小一点 它会用少很多能源 它走的时候用少很多能源 不单是材料本身用少了 它以后运作的时候 用少了很多能源 刚才说 钢铁提煉的过程 是直接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直接令到温室气体增加 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现象 所以有人提出 是用氢来提煉钢铁 传统是用碳的 用碳来烧它 碳和铁矿里面的氧化碳 反映了之后 就生成二氧化碳 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参与去做这些贡献 为什么呢 除了我们要用少一点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源产生的方法 不会造成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 其中一个最简单 就是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 传统来说是用多晶硅 即是silicon那类的材料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 已经发展成熟 在一些有机物体 有机材料 其中一种叫Perovsky 你们可以自己上去 你打NREL search 你就可以找到这张图 就是说 这个机构 它就记录了全世界太阳能电池的发展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传统的silicon 是一块硬挂挂的太阳能电池 你有时装起巴士顶 或者大厦顶 那些太阳能电池 是一块硬的板 但是这类的有机材料 你可以把它做到软 甚至可以造成一个窗帘 卷起它 所以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就很适合 因为香港多高楼大厦 屋顶没有多少 很高的楼 不过屋顶没有多少 但是我们有很多外墙 可以把这些材料 粘在外墙上 或者甚至在你家 造成一个窗帘 当太阳照着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产生电 除了太阳能电池之外 电池很重要 在整个布局 整个新能源里面 电池很重要 因为太阳能电池产生的能源 只有太阳的时候有 晚上没有了 但是你晚上也想开冷气 所以我们要用电池 来安装它 我想给大家看一段片 是一些你们平时不会看到这样的电池 它在咬的是电池 是我们学系里面有一位教授发明的 油升电池 它的好处就是 一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闻 就是说 譬如一些锂电池 狗不狗可能会着火 自己拜拜下都会着火 你不用搞它 它无端端自己着火 是有危险的 但是这种材料你发觉 你用锤砍它 剪它 浸在水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它的特性除了安全之外 还可以因为它是软 你可以穿上身 你去行山的时候 一路行山一路在充电 帮自己的电话之类 甚至展开它 它继续可以发电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 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材料 其实很多现在各样的科技 譬如说要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 不只是你生活上的问题 而是整理人类的问题 其实很多是需要材料科学家 参与去解决的 譬如新能源 譬如如何维持我们现在生活的方便 生活的舒适程度 但是可以用少些材料 用一些环保的材料 用少些能源 其实很多这些都牵涉到 和材料科学有关 我想当是一个总结 使用给我们参加 吸引了所有的民主 词 这些都可以不会的 非常好的 小学生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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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